小警察 你怎么来了 小警察 来了 走走 看来孟家人 一天也不论小洋才能 我虽腿脚不变 但好歹 也是小洋长子 我妻子第一天回门 你们就是这么对他的吗 没有啊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啊 拿来 这手镯 是我交加给儿媳的百年传家手镯 如今被你们弄坏了 该怎么拍啥 孟凡兴 你听见了吧 你弄碎的 自己想办法回家拍场 凡兴 不不不 我是说孟无双 对对对 她 她是孟无双 行了 这镯子是你们争莫才能换的 云形云理 都赶紧跟我们家人赔偿 不多 就一个亿吗 一个亿 小少 我可是你丈母娘 你这第一天上门 你需要钱 这 这为你太失礼数了 丈母娘好大的威风 我怎么不见 对如霜 用武器英勇差的呢 小景臣 小景臣 我会想办法把这个竹子钱赔给你的 我小景臣想来说一不二的 我说来谁赔偿 就谁赔偿 景臣 反正我们没钱 你要你要执意要钱的话 那你就看我这把老婆为了命 给你提债吧 看来你们孟家都是些故乡的蛮人 好 来人 你你你你你你算了什么呀你 小丑 咱们都是一家呀 什么事情好说吗 咱好说吗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请回 我比肖家的家族 你们是要留着保命 还是跟着一起陪着 我数三个数 三 二 我陪 我陪 我用家长陪 你 你个死瘸子 不就这样的架是好吗 狂什么狂 屁 哼 对不起 我知道肖家的传家保价值连城 我不是故意的 我会补偿的 补偿 你要怎么补偿 我 为什么任凭孟家人欺负 却不反抗 我 我反抗有用吗 记住 你可是我肖小臣的妻子 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 没人能欺负你 记住了吗 起来吧 该死 估计上次躲避消失案外的杀人 脱上不放 你 脱怎么啦 没事吧 你快扶我脱穿上去 你干什么 我 我大学的时候学过一些病理疗养手法 我看你这么痛苦 我想帮帮你 你真的想和腿好起来吗 当然了 你只是换了腿积 医生也没有说永远都好不了 只要是病 一定会好起来的 更何况 你现在是我丈夫 我肯定希望你能好好的 那以后就劝你这个妻子 好好照顾我这个丈夫 以后 学我景成吧 景成 只要你愿意 我一定会照顾好您的 你身上怎么装 少爷 据调查 肖孟良家的联姻另有引擎 孟家替换了女儿 现在嫁给你的 不是孟如霜 而是孟旁星 是孟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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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照偷梁换出 少爷 其实孟小姐 也是个可怜人 她母亲去世后 父亲就娶了后妈 就一直被继母苛待 这次提嫁 也是被继母 拿外婆性灵要挟 才答应你 是 孟家的理议算盘 打得还真行 当前柳青和我母亲 大伦口都婚约 要把女儿嫁了 如今看我这个残疾 觉得配不上她 都贪心想让我 萧萧的家长 前抢做提嫁的 少爷 据属下这几个官场 少夫人对少爷 还是真心的 她也是个可怜人 这我先下去 嗯 清晨 我给你熬了点粥 要不你尝尝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 什么事忙着我 我 我没有啊 我没有什么事 瞒着你 你尝尝我给你熬的粥吧 清晨 你 别走 少爷少夫人 老爷子喊你们去用碗膳 看到了吧 我是什么 是有人安排 不是你这些醋烧蛋饭 就能应付了的 愣干什么 推啊 孟茹哥 你这耽误老婆的 怎么连自己的残废老公的轮衣也不推下来 你这可说不过去吗 我 哎 我就是腿脚不方便 手又没坏 这轮椅 自己推着都 你 爷爷你看哥 我好心关心他们夫妻感情 他反而不理清 而且啊 我听说这个孟茹霜 把咱们家的传家手镯给弄坏了 什么 景晨啊 传家手镯你们都敢弄丢啊 爷爷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说孟茹霜 你真是出生奴族不怕火 我们肖家可有明确的加法加规 肖家儿媳弄坏手镯 夫妻二人都要加法刺 对啊 想当初我只是差点弄丢 就跪了一天了 爷爷你说他们是不是该上加法了 景晨这到底怎么回事 爷爷手镯确实是坏了 但并非如霜有一儿为之啊 我呸 爷爷 你别听他狡辩 你放心 你年纪大了不好动手 我来替他们上加法 小周 把戒指给我拿来 这 加法就算了吧 你哥他毕竟双腿受伤 我看 爷爷 你也太偏心大哥一加了吧 爷爷您放心 我会逼他的残酷 大哥 就别个胡客气 不要打开 你怎么这么傻 酷骨 小警察 你敢让你的人打我 爷爷 你可怎么也真的看他们欺负人吗 明明是他们想做错的呀 手镯是坏的 可我可没说管家手 你什么意思啊 哼 酷骨 把手镯拿给你 是 这是我们小家的传家手镯呀 爹 如说他今天回门 害怕弄坏手镯 就特地换了 不过我很好奇 志轩是怎么知道 如说弄坏手镯的 难不成 人踪他 我没有 你胡说 该死的 又被白领了 志轩血口喷人 还动手打霜不霜 你该道歉吧 让我给他道歉 他一个无权无视的一个女人 凭什么不跟他道歉 至于你也大了 咱们讲讲你 是你先没说清楚才造成人 就是 要不是你自己解释不清楚 我们怎么会弄错的 你们夫妻还真是绝配 都肿不用 你说谁呢 萧景辰 我爸可是萧家家主 我可不是孟如双这种 小家小户出来的人 你敢骂我 是要付出代价的 好了好了 都是一场误会 带如双去包扎一下 如双啊 你不会介意吧 我没事爷爷 景辰 我们也走吧 不要再跟唐弟他们闹不愉快了 行 这饭 我看我也是吃不下去了 我们也走吧 站住 我让你们走 你别蹬鼻子上眼 你到底要干吗 景辰 爷爷有点累了 这事就这样吧 我没别的意思 只是最近 我搞到一个好东西 特想给 弟妹 和史玄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怎么没这个心情呢 走 弟妹啊 我劝你还是留下 毕竟头上都一片绿了 我这个当哥哥 还真是不忍心 你说什么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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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